徐医生,我脱发了,该怎么办?你们都是怎么治脱发的? 脱发可以去医院皮肤科或者毛发妆科医院进行就医问诊 正规的整治脱发步骤,一般可分为四步,目录如下 第一步,看经验丰富的医生,紧凭你脱发的程度 区域,基本上就能大致判断出你的脱发原因 如果你是前额M型脱发或者头顶脱发 那就很有可能是雄激素型脱发 如果你仅仅出现了硬壁大小的脱发区域,那么也有可能是斑突 如果你整体发量变少,或者没有明显脱发的区域 那可能就是精神因素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的脱发 第二步,触 首先,我会了解你们年龄以及脱发时间 家中是否成了遗传史 然后结合第一步的观察 大致上就可以判断出你的脱发类型 同时,你最近的睡眠情况,饮食,精神压力如何 之前是否使用过药物等等,也都会被问到 第三步,抠 主要通过先进的电子显微设备和专用的分析软件 去观察肉眼看不到的细微毛干状态和结构变化 同时,对毛狼活性,头发健康状态以及脱发程度 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 第四步,诊 通过以上三个步骤以后呢 我们医生基本上就可以判断出脱发的原因和类型 像一些生理性脱发,产后脱发,轻微斑突等等 并不需要特别的治疗 平时通过调整饮食作息,辅助性食疗等都是可以恢复的 最后呢,对于雄气素性脱发 那就需要结合毛狼检测的脱发程度来进行对应治疗 一般常见的方法有外用药 米洛蒂尔,口肥药,菲拉雄案 医学雅护,还有直发等等 在这里呢,也温馨提示一下各位同学 因为涉及到个体差异以及药物的副作用 对于脱发治疗呢,还是建议大家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 以上就是临床上脱发的诊疗流程 如果大家有头发问题呢 也可以私信或者评论区来问我 如果大家看完这个视频觉得有用 也可以一键三连支持一下 感谢观看